郭善尼發聲明直輯不實報道 澄清爸爸無賭、無離婚、愛家庭 郭善尼桑尼亞早前透露 爸爸在兩個月前離世 除了說回加拿大見爸爸最後一面 還貼了一家人的合照悼念 不過今日桑尼亞在IG罕有地址 一早早被報道擊醒 原因是昨天有網上報道主持指 郭爸爸沉迷賭博欠下一身債 郭媽媽經常帶著女女 四處奔波問人借錢 甚至指桑尼亞有一個悲慘的童年 影片出家之後 桑尼亞生氣爆發出嚴正聲明 指這條片所說的非事實 並要求對方將影片下架 桑尼亞列舉了三個要點 第一 爸爸從來沒有欠下債 第二 從來沒有跟媽媽離婚 第三 爸爸一直提供一個溫暖的家 桑尼亞又指爸爸已經不在人間 不准任何人污衊他 而桑尼亞的經理人也有轉發留言 請大家正視網絡誤導致問題 不要在當事人傷口上耍嚴 離開無線十七年行拍港劇 陳浩文說TVB沒有找我 陳浩文 王浩信等 為無線新劇《狀王之王》宣傳 十七年沒有拍無線劇的陳浩文 表示用廣東話拍劇很開心 因為這十七年來 他都想可以同聲同氣拍劇 但是TVB沒有找他 今次是因為張達明和林子聰的邀請 給他機會回梁家拍劇 陳浩文直言希望之後都可以繼續在香港拍 他的心從來沒有離開過TVB 只要TVB打給他 他都會回來拍 對劇集在《龍力新聯播》被指是炮灰時段 陳浩文就認為喜劇向來是長青 觀眾會喜歡看 這套劇又找來很多 久未拍TVB劇的藝員回來坐鎮 被觀眾熟悉親切感 他還聽聞林子聰正寫第二輯 他會搶先報名 希望再和大家玩 我會搶先地拍歌 我關於《龍力新聯播》 我會搶先走 在這裡 我會搶先的